謝謝主席 主席 各位列齊在場的所有部會首長 還有我們所有媒體好朋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主席 麻煩請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還有我們所有列齊的官員 自從我們疫情爆發以來 不管是對政府的施政 還有對民眾的生活或多或少都造成了一些影響 首先我們要感謝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我們所有辛苦的防疫的這些相關的人員 還有第一線的防疫人員等等 在這段時間所付出的辛勞跟努力 不過因為在新冠肺炎疫情 目前在全球已經蔓延超過了81國 有些國家包括美國、義大利、智韓等等 這些國家也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所以民眾的恐慌心理可能也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解除的 尤其口罩更是在一夕之間變成了搶手禍 也因為如此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可以在政府部門 可以重新的檢視我們基本的防疫物資的戰備存量 應該要怎麼樣保障我們國內自給自主的量能 我想這非常重要 因為目前政府已經在進行防疫紓困或者未來的振興方案等等 可是畢竟這些都是一時的 等到疫情過後我們怎麼樣防範未然 來因應這些突發的變化 尤其現在全球很多急劇的一些趨勢變化環境變化等等 可能隨時都會發生 這個也是政府比較迫切的功課 本期在這段時間也接獲很多業者的反應 一旦疫情趨緩以後 他們也擔心像口罩這些產能過剩 恐怕又會面臨崩盤架 他們也擔心未來又會生存不下去 因為口罩生產的技術門檻不高 他只需要專業機器還有原料還有人工備齊了以後 其實就可以開始生產 不過我們從2003年SARS疫情發生以來 到現在十多年的時間 當初有很多的廠商他們配合政府 不管在增設或者擴廠 到最後疫情趨緩以後 他們都一一的轉型 甚至或關閉生產線 導致後來有很多很多真正生產的這些工廠 到目前為止就剩下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66家 院長大概知道什麼原因嗎 有關口罩生產在疫情爆發之初 我們才180萬片每天 但現在我們大量生產也已經調整態度 我們如委員剛才所說 對以後就是要這樣 就是我們要維持自己有相當的能力 所以以後我們需要用的口罩 包括醫療的警察軍人等 還有很多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口罩 盡量不要進口 我們用自己省產的 不過盡量不要進口 我想它會面臨到一些困難 就我們經濟部貿易統計的資料來看 台灣在2003年就是上次發生的那幾年 我們從大陸進口 過濾效果高達94%的口罩數 那時候大概32萬片 可是到2018年以後 我們進口的數量成長到了274萬多片 它漲幅高達8.6倍 而一般的醫療口罩 醫療級的口罩 更從7000多萬片 飆漲到2019年將近4億片 它的漲幅更高達57倍 它的漲幅非常非常高 而且這個一般醫療口罩 這些還有過濾效果的口罩 他們進口口罩的比重高達9成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金額 他們進口的金額大概2.3億台幣 相當於換算下來 一片只要不到0.6塊錢 可是反觀我們國內廠商生產的口罩 我們以外交日本為主 它去年出口到日本的醫療口罩 有1.2億片 它的價格出口總金額大概2.05億台幣 所以換算下來相當於一片大概1.7塊 我們進口只要不到6塊錢 0.6塊 可是我們出口它的成本就要1.7塊 所以其實我們要怎麼競爭 尤其像這樣子面對 尤其我們主要的進口的都是由大陸提供 所以目前國內口罩廠多數都是家庭式的中小型加工廠 不然就是主打日本和英國外銷等等這些外銷市場 它高附加價值的醫療級口罩廠 如果依照我們剛剛所說的它的製作成本 國內廠商如果要供應內需市場 像剛剛我們算的不管它拼量也好 拼價也好 它都拼不過大陸的這些低價競爭 所以像目前可以存活的大概都只能外銷謀求生路 不然就是像現在的這些大型工廠 它必須透過研發能量 它去開發特色產品專利產品 然後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所以剛剛院長有提到說未來 像我們的一些醫療院所 因為它的需求量非常大 還有像我們的軍部隊 它可能都必須要有一些戰備存量 怎麼樣來保障我們國內的產能 這也是我們今天想要特別提出來的 因為這一次政府要求廠商配合防疫需求 產能全開甚至投入將近三億元 我們增設了90條生產線 那都是為了協助業者 來配合政府的這些相關政策 當疫情控制以後 口罩需求量它又恢復平日的需求量 我們要怎麼樣維持國內的基本產能 剛剛院長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希望要求他們盡量使用國內生產的這些口罩 可是他的成本差異這麼高 他等於買一片他都可以買三片了 進口的都可以買三片了 這樣子的差異性我們要怎麼樣去維持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不用只要求他買 可能部隊可以啦 價錢是一時一時的啦 就以現在今天來說 我們的一片五塊 韓國一片四十塊 沒有 院長 院長我們不要提疫情發生的當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說 未來如果在疫情發生以後 因為現在外面有的隨便亂喊價的 那個都不在我們的考量範圍之內 我們現在就我們長期以來 這十多年來 我們正常的價格 因為你從大陸進口 他就是0.6塊他的成本 可是我們國內生產的成本 賣到日本去醫療級的口 一樣是醫療級的口罩 我們就是要1.7塊 所以他在這樣子的價格差異上 他不管量也好價也好 我們都輸很多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維持我們 國內的產能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對抗我們疫情的傳染 口罩瞬間變成防疫第一線 這是我們部長說的嘛 他非常的搶手 也是我們第一線的重要物資 各國在因應這次新冠肺炎疫情 都在加強儲備這些防疫的戰略物資 這個也凸顯我們必須要保持相關製造業能量 這是非常關鍵的 我們是比較早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政府在很早的時候 全面徵用口罩 也許這個部分讓我們在這個階段 沒有受到很吃緊的影響 像今天韓國他日產1400萬片也不夠用 當他疫情突變發生非常嚴重的情況之下 大概就不夠了 我們現在最重要要討論的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政府都已經按照我們的步驟在走 這個部分一直到我們的疫情結束以後 我相信我們政府都可以一一的去克服跟面對 可是我們要看的是未來 因為經濟部提出的兩大方向來因應的這個部分 就是拓展國內的需求 希望可以由我們國內盡量去滿足這樣的 國內自己生產的口罩比例的使用度 還有加大口罩外銷的能量協助發展 其實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像口號 因為不容易怎麼樣在現實面去幫助 我想這個才是要解決的問題啦 所以本期認為政府應該更具前瞻性跟全面性 因為不要只是頭痛以頭腳痛以腳 這一次因為這個疫情 我們國內是缺口罩 可是我們就只談口罩產業 下一次如果發生的是其他的醫療需求呢 就這一次台灣的口罩我們依賴大陸進口 新冠肺炎爆發以後大陸幾乎工廠都停工 我們全球也爆發了口罩荒 可是除了口罩以外 台灣真的沒有其他的物資拉緊報嗎 其他的防疫物資包括像官務署 他統計發現台灣的防疫物資也幾乎都是進口來的 包括我們的消毒劑的成品防護衣等等 這個主要的進口來源也是大陸 所以光醫療的填塞料紗布繃帶以及其他的類似品 從2003年的82萬多公斤 一直到2018年已經成長到177萬多公斤 就本席的了解 從大陸疫情爆發以後相關工廠停工 我們連帶影響到全台各家大型醫療院所 他們連紗布繃帶一般的醫療耗材 都在他的安全存量目前都在告急了 萬一疫情再持續下去也會發生很大的問題 尤其這些都是醫療用的耗材不能不用 可是我們現在都是用戰備存量 因為大家都投入到口罩的製造生產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也會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不是只有口罩 我們有很多的防疫物資民生物資 甚至交通這些戰略物資等等 都要一併的考量 目前我想剛剛有提到 院長也提到要怎麼樣保障 因為你說像韓國或其他國家 其實他們對於國內的這些防疫物資 基本的戰略急需的一些物資 其實他們都有對於國內的產業 有做一些保障 至少可能也有三成吧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 或者要怎麼做 或者政府可以提供什麼樣的預算來支援 我想這個可能都要去考量 因為這些都不可以受制於人 今天如果我們慢一點 我們現在口罩會缺得非常嚴重 包括原物料的來源都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提出很具體的很明確的問題點 就是它的價格 它的量 我們都輸人 可是它在急需的時候 它又對我們來說 不管在健康安全各方面都非常的重要 這個部分我們想請相關單位 未來不要用吞兵魚產業 因為這真的是口號 怎麼樣讓它落實 怎麼樣讓它可以在台灣 我們的基礎產業上面可以生存 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這部分是不是院長可以有一些相關的指示 我們要向國人同胞報告 作為政府保衛國家保護人民 要從多方面考量 不但要對今天考量 也要對未來考量 不但是為平時考量 也要為暫時考量 所以政府絕對沒有喊口號 這樣子 而是務實的來評量跟規劃 就以委員所舉的例子 以物資來說 有自由市場的競爭 但也有國家戰略需要的考量 因此任何商品 我們都要維持有能力 跟世界競爭 但另外一方面 基於保衛國家 保護人民 基於非常時期是非常必要 一定 要有一定的存量跟一定的能力 平常 舉例子 比如 像 稻米 米平常 院長 不好意思 因為等一下還有其他議題 我們先不要談到稻米 稻米 我們台灣可以生產 不然講口罩 口罩 這種 當世界各國 跟我們台灣一樣 都一個一個國家封鎖起來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自己有能力生產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這次非常感謝 我們經濟部 省部長 他意見於先 所以很早 不但大量的 從過年 就拜託廠商 生產口罩 還去找機器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段時間大家非常非常關注 口罩還有整個防疫的一些進度 這個部分我想民眾都知道 我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未來 我們如果不是因為我們 也先把所有的口罩全部徵用 然後在大家其他國家還沒有緊急發生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也透過其他管道進口進來 所以其實才目前至少 因為我們的疫情也沒有擴張得像韓國 或者像其他國家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還可以支撐 可是當我們發生很嚴重的時候 這明顯是不夠的 剛剛我提到的是未雨籌繆 等這個疫情發生以後 未來我們怎麼樣扶植產業 你現在生產線有了 可是以後他不需要那麼多 因為你進口 我簡單的講剛剛那個數據 你進口一年4億片 就我們的算法 如果4億它的成本 我們國內生產要1塊多 你進口只要0.6塊 你4億片它的價差就是4億 你10年就是40億 你每年有這麼多的價差在那裡 政府怎麼做 我想這個提供出來 讓政府去思考 我想目前你們大概也沒有辦法 立即的提出來 我來跟委員報告 從這邊這樣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屯兵政策 就把這些計劃 現在交給超上療療 超上療療 這些能力能量 藏在我們產業界 我知道啦 我現在要關心的就是 我們的量 讓他們可以保持這些計劃 我們要求的就是這個部分 國內市場 來培養 我們的產業 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謝謝 國際市場競爭力 我相信我們國內的產業界 他們可以做 因為他們的創新能量很好 你中部這麼中懷 都削日本的 對 我們剛剛部長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未來我們要保障 國內的需求量 有些要讓我們國內的廠商自己生產 你必須讓他活得下去 我們在需要的時候才有這些量能 這是我們要做的 接下來 可是要落實啊 接下來我想要幫農民再請命發聲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目前的這些 在 我先看看我們 可能有很多農業縣市 有很多的臨班地 臨班地的一些利用 不知道 院長對臨班地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先簡單的問一下 像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 它開放民營的案件有許多 對不對 比如說像墾丁森林遊樂區 然後還有阿里山賓館 然後還有復原森林遊樂區 這就是很有名的花蓮蝴蝶谷的一個度假區 然後接下來還有 墾丁賓館 還有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還有官務國家森林遊樂區 都有開設一些山莊跟住宿的一些相關的設施 還有武林國家森林遊樂區等等 這些都有武林山莊 我想是不是請院長跟主委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些遊樂區裡面 我們設置的 我剛剛念的這些 我沒有全部所有的通通講出來 不過這幾個都是非常知名的 包括阿里山 包括復原 那個花蓮的蝴蝶谷 還有剛剛墾丁的這幾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墾丁的夏圖酒店 還有阿里山賓館 這是他的內部的設施 還有他的房間規模 我們看一下 像他的住宿 一天他的價格大概便宜的4000多 最貴的6000多 然後阿里山賓館 或者像蝴蝶谷度假村 他甚至有Villa的 他的住宿高達一兩萬 為什麼特別提到這個 因為他一樣都是林務局管理的土地 我們只要是政府的 或者林務局的 你可以把它委外 因為我們既然是林班地 大家都希望他是做造林 他都是維護環境或者生態 或者各方面 他只能做造林使用 可是政府管理的 我們把它開放非常多的委外的案件 每一個賓館也好 山莊也好 度假村也好 都是美輪美幻 而且價格都不便宜 我們不是反對 只要他符合他的地形地貌 其實他如果沒有破壞水土保持 我相信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做開發利用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 我們一般的林農 我們一般的農民 其實他們 尤其我們政府一直在講居住正義 土地正義 長期以來 包括國民政府還沒有來台灣之前 有很多人世世代代 甚至清朝時候 就已經住在那個地方 他們也沒有影響水土保持 他既然可以住上百年幾十年 其實那裡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尤其他們住在那裡 不會破壞自己周邊的環境 因為他們在政府還沒有 把這些納入政府所有的時候 已經居住在那裡 可是他們每年都面臨到被政府告 他們告一定輸 因為他們就是跟政府租的 他原來住在那裡的時候 沒有那個不屬於任何人 他們就住在那裡 可是當政府把它規劃為林班地 或者政府所有以後 他現在只要有一點點稍微擴大 或者稍微有什麼樣的狀況 他們都會被告 告了以後就是輸 輸了以後就是拆 有些拆了以後他就無處可走 像我們現在我們每年都接到很多很多的陳情 是不是利用我們這次國土計畫 其實你整體的我們台灣的地形地貌 它有必要在與時俱進 因為現在的測量工具 各方面其實它都很好 它只要不影響所以都保持 它甚至可以讓我們的民眾 是不是可以繼續的居住在那裡 我簡單記一下 我們之前在去年前年接到一個陳情案件 裡面有四戶 它就是在林班地上 可是它全部都是平坦的 非常平坦 一點坡度都沒有 它在上面蓋了四間鐵皮屋 所謂鐵皮屋大概是一間 可是把它隔成四間有四戶人家 其中年紀最大的快要90歲了 他出生以前他的父母他的祖輩就住在那裡 他快要90歲了 然後裡面四戶有兩戶是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還有很多的小孩子 現在他們告訴了林務局要求他們拆 拆了以後他們無處去 政府只是很簡單的說 那以後就走我們社府的路線 你沒有房子住 然後你是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沒有辦法住 以後就讓政府照顧 去找社會處來幫忙 有必要這樣嗎 今天我們可以為很多的工廠 我們通過工服法 今天我們可以為了有一些規劃開發 甚至未來政府也說 如果有很多重大的開發案件 我們都可以量身訂做甚至修法 甚至修改它的土地利用 可是我們僅僅只有一些少數弱勢的菱農 世代居住在那裡的 卻是每天每年每個月其實都膽戰心驚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沒有地方住 這幾乎馬上就已經面臨到這樣的狀況 這個是我認為我們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對我們有很多弱勢的農民 林農他們長期幫政府照顧那裡的一些竹林 或者那些林象 我想他們有很多很多的功勞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變通的方式來協助解決 不要只會用告的 這個個案的情形我們來了解再給委員說明 院長因為這個不是個案 他所有的其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農委會主委如果過去有深入的話 我相信這個問題他一直都存在 拆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砍了很多很多農民生活的一些經濟作物 因為以前說種果樹可以 後來又說種果樹不是造林用 不是造林的樹種 又要他們砍 可是砍了以後種的其他樹 種的其他竹子都不能吃 他不能生活 過去他們都是可以依靠這些來生活的 現在什麼都不行連房子都政府都要拆 這不是個案 這是通案 所有的林班地上有非常非常多類似的案件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做一個通盤考量 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因為也談了很久 都礙於法令 礙於法規 可是我相信現在有很多是可以及時修正 因為現在有國土計畫法 怎麼樣可以讓他與時俱進 我們如果會嚴重危害到水土保持的 那我們不敢講 只要沒有危害的 希望可以給他們 可以繼續活下去的一個地方跟理由 這是我們今天要特別提出來的 那另外還有針對 我等一下一起講完 針對還有農民的其他的一些相關的法令 其實也很多不合時宜 比如像水利法 水利法裡面 它第93至2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就要儲新台幣10萬元以上或50萬元以下的法緩 其中一個就是採取土石 就是稻采沙石或其他相關的 或者排放不符水污染防治的 這個有可能你有一些做一些工業生產等等 其中還有一個第六個就是未經許可種植作物 稻采沙石它的利益利潤非常非常高 你罰10萬以上50萬以下 也許對他來說好像也無關痛癢 可是對有很多的農民 他在河川地他去種植作物 我們也是罰10萬以上 其實好像不符比例原則 我簡單舉很多很多例子喔 我們有很多在河川地上面 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 可以去整理環境 所以如果一旦沒有整理 我想我們的議長你也是爭腳起來 你在屏東你也非常了解 我們有很多土地 你只要如果沒有管理 沒有收容 你沒有證明 他就會亂發 亂發 河川地旁邊更是嚴重 他長了很高的雜草 甚至很多的雜木 有些農民他旁邊 你的河川地旁邊就是石油地 石油地上面 像埔里種了很多角白筍 都算是經濟收入還不錯的 這些作物 可是因為你河川地沒有整理 你讓他雜草重生 長了這些雜木 就有很多的田鼠老鼠 很多其他的動物 在那裡生火亂竄 他們會去吃農民的作物 所以有很多農民 會把旁邊的地把它整理 我們有一個案子 像他種辣椒 辣椒他還不是拿去賣喔 他就是把它整理 因為就在他地旁邊 他種完以後 他也是拿去做人家 也是分送給大家 結果我們河川局對他開罰 開罰十萬 他幫我們整地 然後他種的東西也不是營利 也不是賣的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去給人家好好的管理 現在他們農民動不動就被罰十萬 我們那裡非常非常多的農民 都已經被罰過了 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也要求 要符合比例原則 農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對他的罰則 是不是跟這些水利法 一定要把它勾結在一起 我想這個也是可以去考量的 我可不可以一併兩個部分跟你說明 謝謝你講那個河川地 全國大概七十幾萬公頃 在農業生產裡面 其中在河川地有三萬五千多公頃 我們會跟水利署來搭配 只要不影響整個疏洪跟灌溉 安全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都會嘗試 讓農民在河川地生產的合法化 甚至我來委員報告 以前河川地 他不是法定農地 不能加進農報 因為他說做實的 你就是要有那個管理 可以加進農報 這個我們已經有解決了 所以您質詢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到現場 那會跟水利署這邊來討論 主委你剛剛提到的那個部分 是比如說像我們鳥嘴潭 那是徵收跟其他使用 可是我們現在講的是一般 所以有全台灣河川非常非常多 那是後來才改的 本來以前都可以出租給農民 可是後來沒有出租以後 就變成像我們剛剛在圖片上面 你沒有整理就雜草重生 結果人家土地在你旁邊 還會受到不當的影響 那政府都沒有關係 可是當農民去幫忙整理的時候 他會被罰錢 而且不符比例原則 這是我們要提出來 我們希望可以儘快在相關的辦法上面去做修正 好不好 你剛剛提到的林班蒂分量和樣態來處理 基本上只要在58年以前 他有在那裡 我現在沒有要討論這個部分 那個拿回去研究 因為這個可能要耗費比較多的時間 我們不要在這裡討論這個部分 可是我們希望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幫農民解決問題 但是你提到的那一些因為侵佔或爛肯 而因為被林務局訴訟 那個不是侵佔跟爛肯 只要有考慮到個別的弱勢的 我們都會專案去輔導 我十名才處理一個九十幾個阿嬤的部分 所以這個你放心 我們還是會站在我們農民的角度 你可以去協助解決 這是我們要提出來的 那我現在要請教的 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現在要請教的是 我們的長照的問題 因為這個可能也是迫切 我們會面臨到的 就是高齡加上少子化 這是全球共同的問題 台灣也不例外 2018年4月 內政部已經宣布台灣 正式進入高齡社會 到了2026年 我們會成為超高齡社會 所以我們應該要更快 加快腳步 謝謝馬委員 接下來請賴慧元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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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